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鹰直接换人放弃 克里斯米德尔顿在天王山之战的表现就无懈可击 全场比赛45分钟 全队最高 20忠实 3分6中2拿下 26分13 篮板8注攻2抢断 一概冒得准三双数据 帕金斯称赞米德尔顿打出了最完整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米德尔顿上半场与下半场的表现 判若两人都认为他要拉胯的时候突然爆发 米豆实在是太神了 上半场米德尔顿6中2加65 只拿下5分3注攻 3篮板3抢断的表现 已经在被骂卧底了 起料他在第三节突然炸裂 从11分07秒开始他命中了三个三分球 除此之外还打成2加1 截止到8分23秒他连拿16分 164秒连拿了16分 面对波格丹甘拔3分 面对科林斯甘拔3分 面对特雷扬甘拔3分 他还助攻大洛命中一个三分球 米德尔顿的爆发让熊鲁拉开到14分的差距 第三节打完米德尔顿12中8 3分7中4拿下23分 这是他继后赛生涯第三次单阶20加 在过去25个赛季中只有他做到这样的神迹 上半场5分第三节23分米豆三节28分太炸裂了 米德尔莫杰开场前三次出手都没能命中 而且又是一个失误帮助老鹰得分 老鹰一度缩小到6分 但霍勒迪帮助球队稳定了局面 米德尔顿开始利用罚球拿分 莫杰4中0 3分2中0 罚球4中4拿下4分3注攻一篮板 全场比赛41分中 22中10 3分10中4 罚球8中8拿下32分7注攻 4篮板3抢断 命中率45.5% 3分命中率40% 米德尔顿这场比赛美中不足 就是7个失误太多 但第三节单节23分十分关键 他再度成为雄鹿晋级的大功臣 米德尔顿也是雄鹿队史 第一个完成季后赛单节23分的球员 米豆太强了 这个夜晚的米德尔顿真的太像科比了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